轮进香港页门题目 一班不正常人类主持的 杂炒时事节目 放弃治疗丸主持 SOHO 业仔 Ash Hello 放弃治疗丸的丸友和你们 这里多过这里 其实这里应该重要一点 但不要紧 我们放弃治疗丸 现在我们在这个网台 率先是鼓吹课金的节目 现在大家在哪里货金呢 其实我都是这两天才不太熟 就是去这个迷米 因为迷米的主义的YouTube 就是暂时未做这个货金 因为他们平时放直播片 就放一个直播迷米的YouTube频道 大家就去YouTube 打这个直播迷米 你就会见到每天迷米直播的那些片 在那个直播里面 好像是直播的时候才可以货金 直播完了之后就没得货金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货金 就是要有Live的观众 才可以即场按些金给你 所以有些网友又问我 在你们重播那条YouTube那条片 货金行不行啊 当然是不行了 所以你要货 就要Live这样货 是不是很高要求啊 这个是留言制度来的嘛 你货了就可以摆最上的嘛 是的 而我做其他那些 多人看的那些节目 什么迷米 就是国情揭露啊 我一直都叫欣先生 不如你宣传一下货金吧 他都说 哎呀 这样不是很好啊 货什么金啊 我又不是啊 没有穿衣服 所以说这个世代的交代货 就是超越 因为他很有钱 他在上层 他都跟得挺贴的 他知道要脱衣才有作用 這個也不是貼機,應該是生活習慣,都明白了,年紀大了,有空了,譬如刨馬還有什麼看 所以我們的網友真的很好,把這個直播連結經常放出來,大家的網友按進去那個連結那裡 就去那個連結那裡看,你們去到那個連結那裡,就立刻按10元,20元,50元,100元 2500元,最高的C0就是2500元,所以現在就隨完樂座 我呼籲了,在窗戶,好像街站那樣,已經變成了,你明白嗎? 我呼籲了,已經是Andy Lam我來的 你捐約了嗎? 不是,我在呼籲大家 我呼籲了,大家的課金,這樣可以嗎?就好像摩哥那樣,你們現在不喜歡摩哥,不過摩哥那樣 入錢,入錢,入錢,這樣 現在如果摩哥還要 課金,課金,課金,課金 不知道今天摩哥,假設那些日子在那裡喊會不會被人喝賭菜,拆大台呢? 唉,不要幻想啦 唉,不是想你有點稀朗 我看到剛剛那個系統都試過,原來你要創立了一個頻道,你才可以留言 不是,有個帳戶 有個帳戶 有個帳戶 你不是一般的Google帳戶都可以的,是要你是YouTube的 YouTube帳戶而已 YouTube是頻道帳戶 不用頻道帳戶,普通帳戶都可以的 有帳戶就可以了,你不用開個頻道的 你不用擺放的 那還得了嗎?那不是只得米米,是否貨給我嗎? 又不會的 平時想貨多一元都沒有,阿慧,對不對 阿慧有聽的,所以大家表現得好一點 所以阿慧,我不是說你沽寒 你知道他預算也有限 我知道 那些有錢的大佬又不撥多些 大家也知道你難做的 是啊,這樣就行了,明白了 大家心照了這麼多年兄弟 其實今天這一節也不是渡樓灘的 我們真的有做功課 上一個星期說不到 今個星期也擺尾才說 我們先講 Karin很想講的 為什麼我沒有想講的 因為你給了一張照片來看看 趕快要放久一點 對,天不死醒了 最近日本在這個論壇區 即日本的高登 有很多討論 應該是Twitter來的,不是論壇 他們是Twitter 因為日本人用Twitter Twitter 總之是那隻鳥 我們用Twitter 我們用Facebook 放了一張照片出來 問大家喜歡哪一隻 我們先問男士 先問了欲感男 阿葉先 我喜歡欲感的上半身 以及骨感的下半身 厲害,答得好 你這麼快就回答了這麼精闢的答案 問問Asher 粉紅色 好,說得好 我們問問一些女士 可遇不可求 我們問問另外的網友 另外的網友也要看一下 是否看到 看到的 三腳架 看到的 OK,可以 可以 可以看我這個 他們明白了 都可以 你們不明白了 聽一下謎米 OK 那你會選誰呢 是不是不會有人回答你 我問Kareen 是嗎?你在問我嗎 他們回答了 還有誰回答你 找鬼回答 我只是想要他的胸 還有要他的腿 還有要他的腿 黃色嗎? 黃色嗎? 粉紅色嗎? 我要粉紅色的胸 然後我要黃色的鎖骨 然後要黃色的腰 還有要黃色的腰 就是露出哪裏 大家不如看回 假設他的身軀 雖然是不可能的 但假設他的身軀 是不存在 大家選擇 髮型 我覺得粉紅色還可以 髮型 粉紅色還可以 如果正常你不看到他的身材 你是覺得兩岸沒有什麼分別 但你看到身材 然後呢 就馬上 都是粉紅色 都是粉紅色 那阿葉你究竟是什麼色呢 如果真的要你選 他也是兩岸 沒有兩岸 你是三折的 你的頭和胸和腹像昆蟲一樣 哈哈哈哈 那你頭和胸可以 那你就2比1 那粉紅色贏 哦 原來是假的 這些很客觀的 是的 我們另外的網友 就是 有些網友都可以 馬上去搜尋 留言 你一路給意見 一路課金都可以 沒有所謂 你當課給他們兩個 哈哈哈哈 如果你是課給粉紅色的 就單數 黃色的呢 天空威 我可不可以移動近他某部位 哈哈哈哈 放大一點 課金就放大一點 給你看 哈哈哈哈 其實呢 哎呀 這樣我們會被人禁止了這個頻道 我害怕 阿慧千丁萬俗 叫我們不要播 那麼色情的東西 是嗎 不然會 不會很色情的 會收拾了 我覺得這個很健康 很健康 你也是路三點而已 好像林康正那次 搞到整個頻道 倒閉了 所以呢 為什麼要開到一個直播迷米呢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安全的 方法 因為 一塌了就糟糕了 好了 回來了 那當然 就是 咸如青菜各有所好 你喜歡 有肉感的 嗯 但其實很多女士都誤會了 我們只是 不喜歡有肉 所以減到很瘦 你覺得嗎 可以明白嗎 不明白 噓痾 虛偽 真的呀 你們看得到剛剛選擇嗎 虛偽 我真的不喜歡很瘦,我真的不喜歡很瘦 受到厭食症很慘 那又不至於厭食症,如果有一個瘦的女生和一個肥的女生,你也選過瘦的 我選我,你不要真的很肥 也不要真的很瘦,你很混蛋 所以說你們的男人就是這麼高 不要說你們極端 很低要求,我比我瘦還可以 你知道女士的標準是甚麼嗎? 我們有幾張照片,我們看著一個男士,一個英俊男士的進化階段 我們先給他過去的照片 為甚麼要用這張照片呢?因為是一張截圖 下面那些嗎? 首先,大家看到左下角的人士,就是SOHO 被人拘捕了,是山西省的SOHO 然後在上方,即是謎米新聞那個就是小弟 本來本人就是… 你弟弟 本來本人,你看到萬點SOHO嗎? 現在看不到,萬點SOHO 不過許智峰現在比我還要封 所以那時候很幸運沒有戒死他 後來小弟做了容 即是容最… 這個是現在式 這個現在式… 我認為是挺失敗的 不是,這個整容是不成功的 如果我成功的話應該是那個樣子 即是成功了之後 你看到那隻眼嗎? 你看到那隻眼和第一張的眼是一樣的 回到第一張 很像 你回到那張照片 有些黑色有些白色 我想問Karin 有些網友都問,那你喜歡哪個樣子呢? 現在的樣子 即是我現在的樣子 昨天拍的那張照片 是為了你們昨天拍的那張 你喜歡這個多一點? 還是瘦一點的那張? 即是第一張 還是幻想那張? 還是幻想那張? 幻想那張太過假了 真的太像大陸仔 其實他是韓國人 差不多 格格是差不多 不喜歡這個 放蘇豪想點課金,頂你嗎? 這些不是問題 真的生氣了 一毫子我都不要你 你這麼說的 如果你真的要一千元 我不介意你 做人也有點底線 你這個留言放上字頂 你究竟把這個留言放在YouTube那邊字頂 給一千元我就給你放在這裡 OK 你們這麼屎賄 你看我們這邊的channel 有99人 那邊有100人 108 總之我不喜歡這個 你不喜歡這個 那你放哪個呢 那張照片 這個其實也不是不喜歡的 不喜歡 好了好了 可以的話不要放 其實這些是沒用的 這些純粹是個人的宣傳 你給我2011年那張 哇 這個你兒子很多 但其實這些都是不重要的 你應該是不存在的 你聽我說 你收回 你曾存在過 這些完全是沒用的 現在女士的最新標準就是 那條片播開頭 他們要的是高潮 大台新開地段 通行又樓又高潮 沒有樓不要白狀方針 成功帶入一種基層的心 如果客人想了解更多海日 請繼續收看以下片段 他不止這個魚 這個魚一樣驚人 在大台新增人秀裡面 爆金句 星期三看到他繼續說樓 人望高潮 你上家居 肯定有這麼高 說這麼高 難怪他之前說有2000呎屋 才是基本 聽完都不禁一句 要得高潮 好難有 因為我根本沒有樓 不過不管他現在有沒有樓 有網民就瞬間將他起底 趙公子那些不好看 引起大家仇富的情緒 但是你們覺得 這兩位男士 我覺得不應該討論 我可以再討論這個 你幫了他的節目嗎 不要緊 沈瑩如果你覺得 我們幫了你的節目 你就來多謝我 下次有什麼節目 可以找我們做陸魔的位置 我們立刻放棄召院評審 所有人 什麼沒有 有些骨氣 什麼骨氣 別人擦存在感 可以當飯吃嗎 可以 現在我們一集居馬費 不夠我們吃飯 你知道嗎 骨氣 還好說 要不然要搞貨金制度 每集居馬費 夠我們坐居 坐地鐵 飯都不夠你吃 阿添 你人工多少 葉榮添 你想想 他說OK 好什麼K 葉榮添 我現在做了許文彪 買一層樓 買一個街珠 要多少錢 你現在人工每個月 可以買到多少塊磚 你告訴我 真的買到一塊磚 我真的買到一塊地磚 你現在在街上 你立刻拿一塊磚 就想扔誰 對不對 還在討論什麼 薯片 林鄭現在你可以選擇嗎 現在可以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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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選擇 現在可以選擇 要給薯片 我要坐在那裡 骨氣就是坐在那裡 兄姐也有骨 兄姐也說不投給薯片 兄姐你回來前市 我一生會受到你了 我告訴你 我們前市的大門是要開放的 入賣人民力量都還可以 OK 兄姐 這裡開放給你 你們喜歡吃薯片的就吃它 果然不在其為 如果知道他們的針面目 根本就不稀罕你們 只是當你們擦存在感 就聰明一點 去廣告